现在我的天津气温10度 我脚下的这玩意儿不可能是雪的 它是什么呢 它是盐 在中国美尿消耗上千万吨食盐 但问题是它几乎不依赖于进口 那我们的这些盐是来自于中国的哪儿呢 这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看看盐的秘密 我相信你可以看到一些难以致敬的震撼影像 我们开始吧 和你想象中不太一样的是 盐并不是直接蒸发海水就能够食用的 海水里面还有各种重金属 泥沙还有杂质 所以眼前这片五彩斑斓的盐田 产出的其实不是我们超市里面会见到的食用盐 而是作为置盐环节基础步骤的粗盐 那为了尽可能还原我们所看到的景象 这次视频我们会使用杜比世界来向你呈现 你可以试一试 那正好海星的RGB MiniLine电视 有着100%BT2020的超高色域和纯青色彩表现 完美契合了杜比世界的播放需求 于是我们一排几何 那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已经运作1100年的长炉演场 在这里工作的李师傅告诉我们 这里一天最多能堆成5000吨的演山 那按您说 假如这5000吨盐要用多少海水能够练着 它们一公斤的海水才27克盐 咋27克 这一公斤的海水 那不得几千万吨以上 咱们这一吨盐是饱和卤水需要七地方 这边就是咱们的制卤区 制卤区 对 以前所谓的卤水 卤水对 都咱们的卤水 这卤水是不是喝一口就得去医院了 这个不能喝 如果误服卤水的话 我们有解读的一种方法 就是生蛋清 豆浆都能破解这个卤水 这种卤水一旦进入人体 大量的钠离子会导致细胞迅速脱水 会有致命的危险 但即便它的含烟量极高 要实现这么大的产量 依旧需要非常惊人的规模 我们刚刚所在的地方在这里 而眼前这片望不到边的蒸发池 只是这座盐厂的一小部分 它的总面积达到了96平方公里 相当于133个故宫 因为渤海湾开阔的地势和充足的日照 这里也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盐厂 可即便拥有如此理想的条件 这制盐工作依然是充满挑战的 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得多 从海水变成盐需要300多天的过程 300天 300多天 我一直小时候以为就是把它晒晒晒晒晒 它就变成盐了 从海水两度半 那潮倒在咱们的望子里边 再通过蒸发池 调解池 接晶池 咱们逐步地把卤水浓度 体到一定的成25分米度 它才会产生盐 它会细出的 那正如李师傅所说 这蒸发听上去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但它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海水通过抽水泵 引入注水池 沉淀完泥沙之后 流进氮 重 两极蒸发池 逐渐提升浓度 再来到调节池 吸出硫酸钙等杂质 最后确认过卤水达到结晶要求 才会到达结晶池 那几百天的时光 终于能在这里停下脚步 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世界里 眼睛体正在慢慢完成它的构建 而除了流程上的复杂 天气也是影响制盐效率的重要因素 假如有一场突如其来的雨 这对盐场的打击就是毁灭性的 就像你想的 盐水卤水会被稀释 然后那些盐也会化掉 所以眼看要下雨 盐工们就得赶紧用塑料布 把盐填给盖上 这个工作叫做素杉 尤其在夏天之际 也睡的比较晚 回来之后咱们突然叫你起来 素杉作业的时候 醒不过来了 醒不起来 曾经发生过一次 就是我的组长去叫我 说起来李大起来去散步了 组长连续叫了我三次 还是没起来 第三次直接就把我被子给我撇了 就是起来还不去 就是人就把素杉作业都散完了 雨水就降了 不就把盐化了吗 突然惊醒了 那时候也不讲个就是黑天半夜 和这个卤水就是倒在身上 这个湿啊或者卤啊 说白了我们工人最直观就是啥 看这个盐塘的大小 心里就高兴了 这些日复一日的劳作 所有的忙碌和守护 最终都沉淀在这片土地的风景里 当我们把目光从它们的背脊上移开 投向远方的盐填 我们才会发现 大地正以斑斓的色彩 静静回应着所有的付出 看到这些样片 你会不会产生新的疑问 既然盐是白色的 这卤水为什么会是彩色的 这主要源于两种 能够在极端盐分环境中生存的微生物 氏盐菌还有盐藻 氏盐菌的色彩主要呈现红色调 或深或浅 而盐藻的颜色则更为多变 在中低浓度的卤水中 这些游动的盐藻呈现出绿色 当在高浓度卤水之中 它们又会转为红色 伴随着阳光 这两种微生物在不同浓度的卤水中 此消彼长 便碰撞出了眼前极致绚丽的景象 正如盐田的红与绿 源于微生物反射出不同颜色的光 屏幕上精准在线的色彩 也理应回到光本身 全新的RGB MiniLight技术 小米就是让背光灯珠 像自然界显色一样 直接发出纯净的红 绿 蓝 三元色光 而无需像QD MiniLight的电视 先混光再绿色 三元色光配合新型H7AI画质芯片 实现光色瞳孔 这能够突破传统显色的色域限制 达到BT2020标准下的100%的高色域 像我们眼前所见的盐田本色 近乎无损的 装进你的客厅 我们的国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 和丰富的盐湖资源 光是一个查尔汗盐湖 就够全人类吃上1000年 除了这种大规模工业化制盐之外 我们这次还去到了西藏蒙康 作为中国少有的 还在手工制盐的地方 这里的卤水 来自于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源头 在三米深的地下 在这边的话 我们最烫的水是这个 差不多有60度多 你可以摸一摸 就是特别烫 因为就是一些话 我们早饭吃完了 就是猪物的话 就是没有来得及做菜 或什么之类的话 我们可以拿两个鸡蛋 就在那里煮着 煮完了以后 就猪物的时候能可以吃了 那这个 就是当地用来制盐的盐井 那它储存的天然的卤水 产量非常大 从这里生产出的盐 被称之为井矿盐 它是中国食盐最大的来源 那我以为盐井 就是正常的井口大小 对吧 但是这口井有将近5米高 井必有十圈层层堆砌 加达村的错目告诉我们 在南昌江涨水的时候 能够牢牢地把江水给隔绝在外 但是如果一不小心忘记关门 这口井便会被江水灌入的泥沙给填满 就此报废 那为什么这些盐井 偏偏要溅在江边 那答案得从两亿年前说起 那时候你看见的这立盐 它还属于一片汪洋大海 随着一次次剧烈的地质运动 横断山脉拔地而起 它便被困在了群山之间 经过漫长的蒸发 变成了盐矿 深埋在地下 那今天 源源不断地裂吸水 溶解了地下的盐矿 又重新把这粒盐 给带到了人们的面前 那在手工制盐积极之下 加达村的盐 有着奇特的分层现象 那最珍贵的一层 其实不是在盐田的表面形成的 而是在卤水渗入泥土之后 在盐田下方 自然凝结而成的结晶 而在盐田的内部 盐也因为位置不同而各有用处 上层的白盐可供人日常食用 中层的红盐可以用来足浴 底层是糙盐 通常用来喂食牦牛 那错目告诉我们 这里的盐田也是他妈妈的妈妈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一千三百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对于土地匮乏的加达村来说 千百年间源源不断涌出的卤水 一直支撑着这里的生计 上个世纪的横断山脉深处 交通不便 远离海洋 这就意味着盐资源的匮乏 而加达村的人们 踏上古老的茶马古道 把这儿的盐给带出去 从李唐 康定 到香格里拉 丽江 一直踏遍大半个西南 这几口高山峡谷中的盐景 奇迹般地 养活了一方的生命 而今天天涯咫尺 从天津的海滨到西藏的峡谷 也没有这么遥远 但加达村的人们 却依然延续着那口古老盐景的使命 这口景不再需要向外输送 奔走于古道 却为整个村庄 守住了一份 不经不扰的底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非常感谢海星电视 与我们一同踏上这次旅程 海星全新的RGB Mini Lab技术 是由中国厂商首次引领 实现显示技术的源头革命 正如无色的盐 是生命的根基 海星对光与色的直作探索 也是我们感受这片斑斓世界的基石 以现代科技的结晶 精准复刻大自然的全部美丽 那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和分享的转发 这门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 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